我笑他人看不穿 我们一家三口今天又出来露营来了 今儿天挺好 就是风有点大 推呀诺诺推呀 宝贝推一下 看小多背着小包 今天带的东西比昨天多多了 带的大部分都是吃的 快快慢点 让我拽着点 下坡了 走吧 看我老公穿着小红鞋 这些咱俩抬下去吧 我们选了一个地儿 是在楼梯下边那一块 得把车抬下去 过去弄弄 俩小子开始搭帐篷了 我们这帐篷看一弄就开了 今天风有点大 得安那个风绳 好嘞 转一下反了这边 露露 门从这边 转一下 对 往下 往下点吧 太高了 有点 往下点 好的好的好的 我的小帐篷已经搭好了 给你们看看我这下边是几层 是一个防潮垫 一个帐篷 然后一个防潮垫 一个自充器的垫子 然后还有一个凉席 上面还有一个不凉席 这个是诺诺小的时候用的 上幼儿园的时候也用过 还给他弄上了名字 这里边可凉块了 其实我老公刚才说 那么啥 上面可凉块了 你还不来 在下边这么大太阳里边 其实这里面吹着这个风扇 一点都不热 这还给诺诺订了一个汉堡 然后我们吃寿司 干什么 刚才我绕了小磕头 看见我赶紧跑 还有一些小鱼 然后他们看见我赶紧跑 我绕了好几条 你看你热的呀 妈妈有蚊子 这不是蚊子 这是苍蝇好像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的 在外面就是会有小虫了 还带了好多好吃的 这里面是一个小移动的小冰柜 里边还有蘸姜菜 在我这小帐篷里可舒服了 说是不热 它其实也挺热的 但是心里很开心啊 我们现在准备吃午饭了 我们午餐也挺丰盛的 各种各样的水果 我现在准备把它摆上来 吃的已经准备完毕呀 就等着吃了 看这边是我做的寿司 自己家的寿司做的就比较简单 我家没有黄瓜了 放点黄瓜会更好看一点 然后这是炸的鸡蛋酱 鸡蛋青椒 还有小米辣 这么一大碗 这个可好吃了 我现在闻着它可香了 这边是蘸姜菜 有生菜 小葱 香菜 这是诺诺的汉堡 下边是水果 水果有樱桃 李子 还有乒乓球 这个葡萄 这葡萄可好吃了 我在这看红罗梦呢 后边还有冻的水 我跟你们说出来露营 一定要在家冻两瓶水 到真正的热的时候 这个特别解渴 还有各种各样的饮料 先来一口蘸酱菜 我的天啊 这个东北人 我觉得到什么时候 都忘不了这一口 放点鸡蛋酱 放点鸡蛋酱 再来一点小葱 太香了 再来一口 好吃 就此时此刻 我在帐篷里吃蘸姜菜 太幸福了 再来一口家常版的寿司 这里边我只放了金香鱼罐头 鸡蛋和火腿 没有黄瓜了 吹点啥是不是 但是包着寿司的时候 饭里面一定要放点寿司醋和盐 会更好吃的 这是北京城市 我们的 哎呀 太爽了 这种各样的小水果 我们在这吃饭吃好好的 你看我们这地儿多爽 然后刚刚 那我爸爸在外边坐着 有两个人 然后就说 这里边这俩小孩 是不是傻 搭这个帐篷搭到太阳底下 我们确实搭在太阳底下了 为什么 因为这儿离这个水边很近 然后诺诺他们一会儿钓完鱼 就可以过来找我 我要搭到上边的话 我怕诺诺来回走那么久的路 就是不安全 真的现在我这个脾气都好多了 跟你说 我老公刚才诺诺刚给打个话说 爸爸过来 他不好意思过来 因为他听到人那帮人说我两个傻了 我现在真的脾气好多了 要搁以前我就得喊一声 我说哪个二货说我傻来着 所以说现在人千万别背后说那些坏话 弄不好哪句就被人知道了 不想找事了 算了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别人说我傻 你也说我傻 外边这几个二货 他们俩他们比我还傻 我确实是把太阳 把帐篷搭到太阳下了 这有原因的 什么事情要抛开表面看本质 有一只苍蝇 那儿呢 我嘴有动 瘦丝好吃吧 好吃 太好吃了 你都没刮胡子今天 你都没刮胡子 胡子拉叉的 你都没刮胡子 看我们这蘸姜菜 吃好多了 然后这个酱都见底了 这个好好吃 冻了两瓶冰水 一瓶绿茶 一瓶水 放点酱 整个小生菜 看多亏吃 你们发现没 诺诺爸爸干什么都慢悠悠了 是不是 性子很慢 夹这个小包 准备钓鱼 这鱼竿也是昨天临时订的 你别勾着手 小的时候 钓鱼的时候勾着手 那个鱼竿是到刺的 去医院才给揪出来 小心点 别给我呸 别呸 怕你晒黑 我不要这个 弄胳膊上点了 这啥呀 不行 弄胳膊上一点快点 那边过来 他特别怕喷这个腿上来 腿上来的 今天我们喷的都是诺诺的 没带大人的 好了 这回就好多了 后脖子喷点 他俩准备好了 已经准备开始掉了 我怎么有点不相信他俩呢 觉得他俩挺好玩的 我可不去外边晒着去 我在这吃点小葡萄 喝点小冰水 看绿茶也冻成冰棍了 好吃 现在我们这个位置 太阳已经转过去了 正好是一个被淹的地方 这个地方现在就是一个绝佳的露营胜地 没人说我了吧 现在没人说我傻了吧 刚刚有个小伙 骑着摩托车 背着一个雪糕箱子来卖雪糕来 很有商机 这附近没有超市 上午中午那会是挺热的 咱一到下午特别爽着 红豆的雪糕 我们昨天来的时候 没有准备什么吃的 因为就以为可以在旁边边露营边烧烤 但是这里面不可以点火 卡式炉也不可以用 这刚有点坏了 你我那在坏 那你那好吃吗 今天玩的超级开心 看我们后面小帐篷 各种露营的小东西一影俱全 刚刚去了一趟厕所 离这还不算远 各种都挺方便的 然后接水什么的 你看我们旁边 那边又来一桌吃东西的 其实露营我觉得 老公我们下次也晚上来吧 下午来真太热了 太热了 你看把我老公晒的又黑了 他还不愿意涂防晒 我们决定了 以后露营就下午4点以后来 在这吃完晚饭玩一会 然后天刚擦嗨的时候 我们就回去 要是下午来实在是太热了